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个国词等级的公投提案 很重要 所以我要讲三遍 我们都进到21世纪了 我们也自己成为一个进步的国家 既然明明是一个西式珍宝 却要用到这一招 公投这一招 才能够希望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我作为一个以前也是一天到晚 却配合为最重要的事情的研究者 我也觉得我非常对不起台湾 我也对不起藻礁 在四年前才有机会认识它 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珍贵 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报道 事实上我们也获得在海洋保育界 全球最知名的团体 也就是原着任务 所认证的全球在我们东亚 第一个希望热点 东亚有哪些国家呢 也都是我们在一路在所谓的追赶 或是竞争的国家啊 韩国 日本 台湾 不是吗 我们是第一个东亚的希望热点 就在我们大潭找交 但是我们现在居然走到现在 要用公投的方式 希望 渴求 政府把它保留下来 我觉得我们作为研究者 实在是说不过去 然后我们的已经经过 全国国际认证的这个希望热点 居然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相关的保育单位也都不作为 然后在这种状况下 像现在这种天气 大家站在这里 然后要开记者会 包括昨天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 这个公听会 那里面的内容也实在是让人听不下去 我们怎么会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呢 光是这一点就不叫进步国家啊 不只是桃园藻礁 十五 如果不是五月天出来喊一喊 十五现在会有知名度吗 我们的保育出了什么问题啊 开化遍地的光电板也是一样 包括资本 包括轮尾东彰化 包括我们的将军 包括我们的这个 压力的原田 附带原田 我们还有保育机关吗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 所以 只要是对环境稍微有一点关心的人 我们大家想一想 怎么会发生 我们在公投署上要有一个案子 是要来看 我们要把环境保护下来的案子 我再次说 这是一个国职等级的公投提案 谢谢 好 我们谢谢林慧珍老师 过去从来没有针对这个保育这件事情有过公投 这是第一次 所以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一起来 那因为季后的关系呢 我们要先请王莫林老师带领他的伙伴们 一起来帮我们做这个行动剧的演出 我们是不是时间交给王老师